在我永恒的形象,靈魂。 我是宁静祥和的,我是纯洁的。 Tenities, peace and love are my eternal qualities. 我拥有这个宁静祥和与爱,这是我的素质。 我的Tenities,对于大家,每个人的内在的素质,每一个灵魂, 是永恒的,宁静祥和,纯洁的爱。 然后我与这样的境界去分享 Drishti, 那里就会有一致的,还有属于的,我是属于爸爸的。 我应该使这个Drishti非常的坚定。 然后拥有这样的想法。 对每个人,对每个灵魂呢,都拥有这个纯洁的想法。 因此通过Drishti,然后这个境界,充满爱的关系。 喜悦,幸福快乐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与大家分享这个Drishti,并且从爸爸那里获取Drishti。 的灵魂。 对这种 insightook清楚都的对于就是你庄学的了解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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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山地这个一词的真实含义就是 将你们的词转化为解决方案的保证 就是这个词能够把你们的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案的保证 你们的痛苦将转变成幸福快乐 这就是奥山地对吗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宁静祥和的灵魂 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是我们的父亲 第二个含义是我们的父亲 至尊灵魂是宁静祥和的给予者 宁静祥和的海洋 而第三个含义是 人们无论如何都说 这个世界是一个就像旅馆一样 人们来来往往 但我们所有人必须都有一个家 旅馆或者是招待所不能是永久性的居所 就是住所 那么灵魂的原本的家是什么 那个家是至高 居所 就是Santidam 无生之地 Nirvadam 解放之地 Muktidam 世界人们向往的这个解放 因此每当情况出现时 记住这三个含义 将Om Shanti 带入到你们的意识中 就是Smiti 不要此诗重复一遍 Simran S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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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重复这样 带入到你们的意识中 因此只要有意识 权力 Santi 就会自动出现 优优独播放 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 说这个Om Shanti 要以这个笑脸去说 带着笑容的去说 Om Shanti 你在你的脸上能够表达 人家能够看到 然后对我来说 我会就是往内的 然后告诉自己 我是宁静相和的 就是一旦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的脸呢 然后去看其他的人 然后再说Om Shanti 我们要正确的去做它 Daddy说 那就会有解决方案 对所有的问题 就会有解决的方案 这是非常深的一种方式去解决我们这个冲突 所有的冲突 所以当你在说这个Om Shanti 很多东西都能够解决了 因为当你在说 一旦你说Om Shanti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那种非常纯洁的爱 就会浮现出来 如果那个爱浮现出来了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爱 他们也会感觉 这个爱 然后关系呢 就会变得更好 充满爱 不管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完全就可以忘记 所以我们必须说Om Shanti 不需要努力的 你只是说Om Shanti 只是说而已 不是你只是说说而已 Om Shanti Om Shanti 就好像你要说而说 但是你要说 要有这个意思的去说 我是一个宁静相合的灵魂 我是神的孩子 我是从宁静之地 宁静相合之地来的 所以就 就在这样的想着的时候 你才去说Om Shanti 要有这个意思 不是随便说说 Om Shanti 但是 这也是需要 需要去练习的 不是在说Om Shanti 要拥有 这个词里面呢 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 会有力量 这个就是一个咒语 所以就是好像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个咒语 我们 我们要知道这个Om Shanti 的这个意思 然后你们才 我们才去说Om Shanti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去练习 我们必须正确地说 Om Shanti Om Shanti 对吗 就是充满这个热情和热忱和爱的 在说 这个制造了很多很多纯洁的这个能量 当你在说Om Shanti 当你在说Om Shanti的时候 真的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也 我们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强 非常非常的纯洁和安全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制造这个Om Shanti的这个意识 然后才去说Om Shanti 不管是我们在问候人 恭喜 所以你要去解决某些东西 我们就用Om Shanti来说 每次说Om Shanti 都会有不同的含义 和不同的 带来不同的信息 Om Shan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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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Daddy Yankee的话语 世界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因此我们的未来应该变得如此崇高 每个人都是应该做到这一点 使我的未来掌握在爸爸的手中 也在我的因果的那个手中 作为我们将相应之行的行动 我们将创造幸运福气 保持注意到了这个程度 这只手会在神的手中被给予 所以神将会制造我的幸运福气 甚至把你们的手放在他的手中 也是一种福气 我把手交给了谁呢? 我把手交给那位唯一 那位唯一就是我的支持 这也是我的幸运福气 幸运福气的那一个的境界呢 内在的微妙的准备好说 我已经将手交给他了 交给了你神 我的生命之限就在您的手中 这应该坚定在内 白天和黑夜 这应该都是很坚定的 因此那种坚定呢 不宜的想法是 我的手在爸爸的手中 所以一旦有人问我 你做了什么努力 我就说我什么也没做 我只是牵着手 我只是手牵着手 我的手在神的手中 我需要做出什么努力呢? 无论他要我走到哪里 他要我如何的去走 无论他把我带到哪里 我的手已经交给了他 就如他所愿的 带着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是主人 因此我不必做 我不必做出任何的努力 然而 昨天或前天有人说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希望离开那只手 但是他呢 还是要握住 握住我的手 他说这是我生命中 发生的事情 很多次Maya来到我这里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在我内心 我感觉到神 如果我离开你的手 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必须要离开 但他一直握着我的手 我说你很幸运 你想离开 他一直握着你的手 就是神不放开你的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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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一位呢 因为那一位 幸运福气的给予者呢 是与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在握着神的手 还是神握着我的手 因为我把这些人 因为我把我握着水的手 所以我在握着水的手 就是通过 怎么握着爸爸的手 他没有手吧 就是通过我的心智 我肯定的知道说 爸爸是我的伴 他一直是我的手 他一直给我帮助 他一直给我祝福 爸爸不是爱的海洋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素质 美的 所以握着爸爸的手 其实是记得爸爸想着爸爸 因为每一切都是看不见的 对吗 你看这个世俗 如果世俗的人 他们在握着手牵着手 你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牵爸爸的手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应该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功课去做 不管爸爸拥有什么 在他们的意识中 在他们的心思中 每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可见的 他们的双眼可见的 因为眼睛能够看到一切 可以去表达一切 所有内心的这个情感 都能够很清楚地通过你的眼睛而看到 如果有某个人对你感到很高兴 你能够从他们的眼睛看到 如果他不喜欢你 你也是能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 所以 当我们去庙宇时 爸爸很多次都提到 这个菲娜人的庙宇 我是在学院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就是在德里 所以我的学院就是在 就是靠近这个庙宇 所以我很喜欢去看这个菲娜来 我看到的是他们的眼睛是非常美丽的 他们好像会再告诉你某些东西 他们还有那个充满企业的 我每次都会花一些时间在那个庙宇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那个笑容 他们的眼睛 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眼睛 再给我这个祝福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成为 我们原本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成为那个 我们原本的就是 女神和男神 我记得一次 第一个人他得到了这个 Brahma Bojan 就是 供给爸爸的食物 他好像不高兴 给 就是 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脸 大理说你不可以这么做 我们的 这个 如果你的心思是 宁静祥和和 稳定的 你的脸都会 表达出来的 从你的脸可以看到 我 我 谁是说 不是说 我必须要去笑 笑 我就是那个 有笑 就是会笑的 那个 那种的 不是说 不是说那个太阳和月亮 说 现在我要发光 发亮 不是的 他们本来就会的 自然的 所以我们的脸 是应该那样的 我要意识到我的 这个 我的心灵福气 还有意识到 我牵着爸爸的手 所以这个意识呢 不是只是陶醉感 但是我的 我的眼睛 还有我这个 充满喜业的 笑 的脸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不会笑 怎么让他们不笑呢 或者是 切发一些东西呢 因为我有爸爸了 我拥有爸爸 我就拥有所有的成就 所以这个 喜业和这个 喜业呢 就是你 你已经是满足的了 我已经拥有爸爸了 不是只是说 给课程 再 就给课程 首先 就看你的脸 我的脸应该 当我在说话的时候 我的脸应该 能够 表达一切 说出一切 如果我真的要去服务的话呢 我必须要 拥有一个 充满喜业 微笑的脸 即使那个小孩子 他们不说话 因为孩子 小孩子很喜欢笑 对吗 所以 很好的 通过你的喜业 充满喜业 或者充满爱的 这个脸呢 能够制造 很好美丽的 这个关系 有时候 我在想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呢 已经有了一切 但是 他们的脸 没有那么的喜业 所以 要提醒自己呢 一直提醒自己 所以 分享呢 一直都是 就是很好的 就是 分享我们的爱 我们的这个喜悦呢 通过我们的脸去分享 所以大家会 大家还好吗 要有 要拥有这个 充满笑脸的 笑容 因为这是 因为 内在的满足嘛 所以 要不然 不是 不是很 要看你的脸 要有表情嘛 要不然 就是很 如果你看到 某个人呢 他是很 充满喜悦的 你是不是 喜欢 靠近他 如果有 某些东西 让你不会笑呢 我们应该 逼出他 给 把他给爸爸 要像 Yadigusa的笑容 你看 充满爱的 而且是 充满 力量和 宁静相和的 所以我们的 练习 真的是 就是 就是要笑和 充满喜悦的 Om Shanti 那 还没听 是 我 我 我 是 对 我 我 是 我 我们就是要笑,Lidhi也是要看到我们大家笑,今天Dali Guza说一些,然后Mohin Lidhi和Dali Janki也是在强调这一点,Smriti,Samarti. Smriti是意识,Samarti是力量,他在分享说,当你有这个Smriti意识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Smriti就是会带你有这个意识,这个力量,这个意识就是Dali说的意识, 你有理解,你在讲Om Shanti的时候呢,你是了解的那种意识呢,去说的,不是只是你在重复重复,因为理解和,理解和有这个意识,你才说出这个Om Shanti的, Smriti就是说,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你就有力量,首先,Samarti,Smriti,就是你要有意识,你理解, 我们的确议,我们的确议,我们的确议,真的要去练习这个Om Shanti, 进安静地,进爸爸的房间,然后去练习他,第一个意识, 我是一个宁静祥和的灵魂 我是爸爸是宁静祥和的给予者爱的海洋 第三个 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那个宁静祥和之地 这个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不只是你不要盲目的去重复 当你在说Om Shanti 你要练习 然后你才会发生 真正的实际的发生 如果你在做某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一直在做这样同样的事情呢 就会成为那样对吗 所以我们要练习 第三个点就是 摩尼尼蒂蒂蒂分享的 当你拥有这个意识 过去呢 你所以过去的事情呢 都会被治疗了 第四点就是 当我们有这个意识时 就会制造很多 纯洁的能量 变得坚强 强大 然后纯洁而 安全 第五点 就是达地蒂蒂说的 非常短 但是非常拥有力量 第五个意识 应该是 当我们 当我们有这个意识 就会有力量 这个就是说呢 达地说呢 未来的世界呢 世界 未来的世界就在你们的手中了 第六个意识 就是 未来的世界在我的手中 我的未来 是在爸爸的手中 也是在我的 这是 但是我的 也是我的这个因果 在爸爸的手中 他说 他就说嘛 我即使我要离开 但是爸爸不要我离开 就分享 即使他在 就是测试我了 考我 我还是 因为爸爸会考他嘛 所以 即使我要离开 他不要给我离开 有时候是他在测试我们 我 应该不要放 我不应该放开他的手 应该要有这个意识 如果我拥有 勇气的话 爸爸就会帮助 第八点就是 弟弟说的 握着爸爸的手的含义是什么 他的含义是什么 我 我就是通过我的心智能 来握着爸爸的手 爸爸说 因为爸爸我们是看不见嘛 但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看见的 我 我要恒定的知道 爸爸是我的饭 他给我祝福 他也是在滋养着我 这个就是我的 第八个点 第九个点就是 我必须要拥有这个意识 我的原本就是一个 有笑 就是会笑的 的人 这个就是我原本的数字 第十个就是 要保持这个 我的幸运福气的这个意识 如果 smirthi awareness 就是意识和 samarthi 就是力量 Om shantih 所以明天 三十一号 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最后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对遇到的任何人微笑 因为微笑会建立起 彼此间的关系 就是联系 你这么忙 甚至无法微笑 这是微 这是微妙的 就是微妙的 问问自己 我分享够多了吗 看 看这些照片 充满爱的 对吗 几页 就像小孩子一样 这个就是他们 搅拌 搅拌的 艺术 这个 这个表 如果你们要的话 你们可以 就是可以 跟他们要 他们会 寄给你们 Om shantih And he said it requires subtle effort to smile 我们必须要微笑 也需要努力 所以我们在说 这个Om shantih 也是努力 我们的精知和精知 是非常微妙的 当然是有素质的 这是非常深的一个努力 满足 喜悦 都是这两者 都是相连的 因为 因为我不是只是属于 就是 我不只是属于这个 就是 幸福 快乐的给予者 我必须要有这个满足 我 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如果不是现在 属于神的 那么什么时候呢 因为神 就是我 就是爱的 他是那个唯一 我所爱的那个唯一 他滋养着我 所以对爸爸要一直微笑 所以你越多的 对神笑 他也是 他也会对你笑 对吗 所以你的整个 生活就 不一样了 就是对爸爸笑 爸爸也会对你笑 神的笑 是 神的笑是非常非常 有力量的 所以 我们也要记得 我 所做的一切呢 我 所做的一切呢 我只要从爸爸那里 去爸爸那边 索取就好了 不用去任何人那边 所得到一切 所以 这个意思要非常 这个思想 这个想法 是非常重要的 谁给我们呢 是爸爸给我们的 爸爸会照顾一切的 我们要用这个 崇高的行为 执行 就是执行 以爱的执行一切 爸爸就会帮助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呢 永远永远 永远都带着这个笑 微笑 优优独播剧场—— Om Shanti 你会知道爸爸 他是我的父亲 老师和导师 如果你知道 这个 Brahma Kumar 和Kumari 的名字 之后 首先我们都会叫 Gops和Gopi 如果不是Gopi 药或是Gopi 是水 他们都爱 就是对牟尼 然后就充满爱的 那些就是保持在他们的 那个超越感官的喜悦中 就是保持在 超越感官的喜悦中 Om Shanti 孩子们都不应该错过获得珍宝的机会 即使是一天也不应该错过魔力 因为这是学习的过程 什么是Raja Yoga 这是一个学习 什么是黄道瑜伽 黄道瑜伽就是一个学习 这是一所学生必须每天学习的学校 如果你们不能上课 则应要求他们发送魔力并学习它 孩子们保持在心思中 也保持目标在他们的心智中 孩子们保持在思念中 也保持目标在他们的心智中 他们已经成为Sraddha Sanchakadari 就是自我认知轮盘的旋转者 和Trikadashi 时间三方面的知者 但是为了向他人解释 每一天在梦里中出现的任何的 细微的点 孩子们需要聆听并吸取它 如果你们不每天学习目标 那么你们将保持软弱 学习必须每天完成 当某个人必须通过任何大考试时 他会非常地注意它 对于你们的孩子 对于你们孩子们来说 这也是一个大考试 你们不应该对此漫不经心 某些孩子确实会保持在思念中 那是好的 至少在那个时候 你们不会执行任何错误的行为 而你们过去的罪恶 将在瑜伽之火中被消除 那里有过去的许多事中 所积累的罪恶 不仅是一事而已 你们需要瑜伽的力量来烧掉这些罪恶 已经向你们解释什么是最容易保持在思念中的方法 并不是有人必须坐在你们面前 使你们静坐 不 思念是非常简单和容易 没有什么比思念更简单的了 一旦你们拥有 我是灵魂的这个坚定的信念 我离开这个身体 并采取另一个身体 每个人都明白我是灵魂 离开一个身体 然后采取另一个身体 孩子们不会说 我吃尊灵魂离开一个身体 然后采取另一个身体 没有人会这样说的 圣人 圣贤和伟大的灵魂等等 他们都说 我经历了投胎转世的循环 但是既没有人说 我灵魂离开了这个身体 并采取另一个身体 也没有人说 我吃尊灵魂离开了这个身体 并采取另一个身体 没有人能够这样说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使你们孩子们明白 神无处不在的意识 就像是完全浪费了 人类已经成为拥有石头般的心智 因此无论什么 进入到他们的心思中 他们会继续的这样说 他们使灵魂和自尊灵魂 就是为合一的 然后说是相同的 爸爸正在给你们孩子们这个警告 你们必须追起海螺课 就是分享知识 并且一定要吸取在你们的生活中 孩子们也明白 在这里 纯洁是第一的 如果不变得纯洁 这些知识将不会坐在你们的心智中 什么都没有 纯洁是最主要的事情 爸爸是那唯一 我们必须记住的摯爱 我们越多的记着爸爸 那么 越多的那个心智 你们的心智的枷锁呢 就会被打开 这需要努力 无论如何 这不像我 爸爸说 你首歌 Gavi说 所以爸爸刚才说 灵魂呢 并且是知识灵魂的孩子 爸爸说 你不应该这样 为此需要不断的努力去练习它 爸爸已经使你们孩子们明白 你们孩子们必须在进食时 练习记的爸爸 这意味着保持在瑜伽中 这并不意味着 你们必须坐在一个地方 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记得爸爸 你们必须在进食时 练习记住爸爸 我在吃饭时记得爸爸 这样你们就可以很容易拥有 对爸爸的思念了 并不是 你们在每一刻进食时 会保持在思念中的 这是非常困难 你们可以在火车上练习记住爸爸 你们所有孩子们呢 都是坐火车去的 不是吗 你们坐在火车上 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们应该使用瑜伽这个词 所以记住父亲意味着与他一起瑜伽 有很多称他们自己的瑜伽者 但没有真正的瑜伽者 只有你们孩子们才是真正的瑜伽者 父亲正在教导你们 教导你们离家 感谢观看